我現在講這個鬼故是關於廁所的 是我朋友的親身經歷 之前有一個朋友叫他去做殯儀 就是幫人搬屍上山 可能做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覺得自己不太妥了 他就沒有做了 他就做滴滴你 那次回組之後他聽到廁所 有一些音樂的打聲 然後他就沒有聽到有衝刺聲 但他就進去看過是沒有人的 他的同事已經習慣了 他同事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當人在裡面衝刺 或者叫他聽歌 但他明明聽到D的打聲 他不會在廁所有D的打聲 然後到了晚上 他進了藍廁 那個朋友是男生 他去藍廁 看到那個阿婆在 那個阿婆問他一些很無厘的事情 但我又不記得是什麼 他就在廁所的門柄 好像在撞頭 誰撞頭 那個阿婆 他就心想 這個阿婆是不是要他幫忙 然後他就問他 阿婆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然後那個阿婆就說 沒有啊 我過來這裡看看 他就自己去廁所 去完之後 他還看到那個阿婆在這裡 然後又是對著門 他又沒有理他 他一洗手 一洗手 一洗一下就想 為什麼男廁會有阿婆 他可能以為真的是路人 他就叫那個阿婆 對面女廁 那個阿婆沒有理他 那一次 他就洗了 洗了一下 又看多眼 沒有東西 那裡 那扇門已經沒有了 阿婆消失了 然後有一個男同學 他之前去西貢 宿營那些 那個教練跟他們說 前幾天這個海邊有人在灑骨灰 叫他們今晚不要看著那邊 那之後他們今晚也是聊天 那他們一指牌開聊天 我們完成任務之後 就沒有東西在聊天 那他們全部都是面向著 宿舍那裡 背對著那個行為 那我朋友沒有遺疑 我朋友這樣 趴在那裡聊天 那他們 之後他就很輕鬆 看了那邊 有個白色影子 沒有臉 是頭髮 然後他喊了聲 他一喊 那個影子 就是跳腦越來越緊 對 之後呢 他的朋友就 感覺到他糟糕了 然後叫他 你趕快過來 他一轉過來之後 就很害怕很害怕 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 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炮谷頻道 按鐘仔 還想聽我們的鬼故事 記得留戀 或者你們有什麼親身經歷 都可以告訴我們 留戀講